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爾白好久不見的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的陽獸版面 沒錯我沒有想過這個隊伍真的可以這麼的噁心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版面聽說更噁心啦 就是我們的雷車 不過在這之前呢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覺得比較舒服一點點的衝越劍狙血 而且不用上祝福圖 也不用上交換也不用上小丑也沒有量子 就等於是我要活生生的把骰子給他召喚出來 那這個隊伍會比較輕鬆的原因是因為 他有中間那個位置可以當作一個垃圾桶 有了這個位置當作垃圾桶之後呢 我覺得那個容錯率高了那麼一些些 那你要說他是垃圾桶嗎 其實也沒有到完完整整的垃圾桶 如果他今天是月亮的話呢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尷尬 那如果是其他顆的話呢 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那我們前面呢先看一下排版的部分 我會先拆解很多啦 先看排版然後再看暗殺然後看完暗殺之後呢 再去直接看最後一片怎麼爆掉的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欸對就是硬召喚然後硬合成 然後呢如果你發現你的版面已經沒有辦法再合成的話呢 再交給對面去用上暗殺來殺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說這個時候可以用砲殺嗎 當然也是OK的 只不過那個性質要再更高一點點而已 我之前用過砲殺我覺得那個狀況有點不妙 我覺得還是不要用砲殺會比較舒服 那可以看到我現在左邊的版面呢已經弄好了 就是我們的充電月亮鍵 然後再狙擊隨便一顆 欸 鍵然後再狙擊 那這個地方呢就還是來看一下說 我們到底是要用上 這個所謂在擺到百分之百的位置我覺得會有點難 那我這邊給自己的扣打是 我今天的充電可以一顆或是兩顆都沒有問題 那中間那個呢位置也是一個垃圾桶 那雪球的話呢我也不管他在哪裡都沒有關係 這算是我給自己的三個設定 那就居於這三個設定呢 我們剩下的就完完全全靠合成的方式給他上去而已 那這邊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在第15回合的時候 記得先把你的月亮給他搞上去 那可以升級的話呢給他升上去 不然15回合之前我相信大家應該多多少少已經弄好一部分 如果這時候再被搞掉的話呢會非常非常的崩潰 好啦只要過15回合之後呢這一切又可以再回歸原點我們再慢慢慢慢的殺 好啦那我們再繼續給他看下去 那我們的版面呢基本上我覺得已經快要好了 但你說快要好了嗎其實也不然 因為呢我們的每一顆到最後一顆之前 你也有可能把整個版面都搞掉 你看我現在就把雪球搞掉 我的雪球又沒有位置要去放他了 我們要想辦法把雪球的位置給他弄好 那現在雪球這個位置呢要給他變成狙擊 那我右下角又有一顆狙擊給他搞在那邊 那我們這邊是怎麼處理的呢 有了最後把狙擊給他召喚出來還可以給他弄掉 然後我們這邊呢因為那把聖劍還沒有給他出來 結果這一波下去完完全全都是靠著命給他召喚出來的 好啦到此為止我們的招骰的活動就結束了 那你說真的有這麼爽嗎 欸沒有我這一局呢排了大概兩次還是三次才成功 那如果我們先直接講標題啦 我標題的話呢這一隊是打到1700多回合 阿不就跟我之前用那個雷車的隊伍 不對我就用這一隊然後用炮砂 然後打到1700多我覺得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對要排出這個版面而已我覺得太噁心了 對根本沒有那個必要但是很爽 對很爽我排一次就好不會再排第二次了 真的如果真的要排這個版面我真心覺得完全沒有意義 對沒有意義我不如把充電拿掉然後換成小丑 然後我這個版面排得很輕鬆 然後我可以對面用個砲砂欸可能都會走得更遠之類的 或者是說哪天未來有哪一顆骰子可以取代充電 因為這個隊伍很像已經不需要用上了充電來剪頭了 我們再去思考一下這個隊伍能幹嘛 那我中間JX的垃圾桶呢是用上了狙擊啦 那這邊就無所謂了除非如果用上聖劍或許會再更好 不過也就更好一咪咪啦 我目標是希望能夠打過夜 那現在打到1700多回合 如果他有辦法穩定的話呢之後可能會看到一些比較奇怪的直播就對了 好22回合那這邊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無腦的去暗殺就好了 因為版面都還沒有給他上七星 那我們最高的是四星月 那四星月在這裡呢基本上也已經有點夠力了啦 剩下就是對面等他的時光倒流然後丟上我們的暗殺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吧 好啦那我們這邊就來加速一下看一下這邊是怎麼去暗殺的 不過這個版面都排好了要以暗殺而言的話 我相信如果有在玩暗殺特性的玩家應該都已經懂了 反正要做的事情就是給他殺到七星 然後殺到七星之後呢再留著位子給他滿七而已 那我這邊選擇的是用上適應啦 其實用上適應還是旋律我覺得都沒差 只要有轉移的話 如果今天沒有轉移的話呢 我覺得建議用上適應會好很多 大概甚至我目前為止的心得 當然可能有更多玩家已經有更猛的心得了 但是就如果你可以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們再來感受一下 好啦現在到第65回合 我們這邊的滿七呢基本上也已經快給他殺好了 剩下最後一顆五星的聖劍 現在剛講完呢就已經給他殺到七星了 剩下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給他殺到七星而已 沒錯這個隊伍就是這麼的簡單 只要版面排好了後面要殺到滿七 真的是會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這邊要再給錢嘛就一樣看個人啦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充電的傷害其實給不了太多 就算你今天給都有點好了可能 也還會提早出一個很奇妙的傳說 不過算了就先講 好啦現在到第91回合 我們這邊就給他活生的殺滿金了 那這邊要再做的事情呢就是把版面給他調整到 不會影響到金劍的位置就可以先測了 這算是一個暗殺特性 一個可以輔助方提早測的方式 好啦現在到第92回合 那我們現在就完全沒事 我們就直接給他挑到後面去 看一下這一隊打到哪裡吧 好啦那我們這邊呢直接打到了1697回合的史萊姆 那這邊呢還沒有任何的問題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隊伍可以打到這個地步 要知道我們在量子圖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拍過我們的保底下限呢 是來到了689回合 這一波下去呢基本上我們算700回合啊 不管啦反正就2倍到2.5倍之間的差距 當然啦我覺得空虛圖的本身他的運氣成分也是有的 所以空虛圖的話我就比較不會說 欸這個隊伍的保底下限在哪裡 只能說在外其他圖的保底下限在這個地方 那是在這裡的話呢欸太難講了 因為他是7秒鐘5秒鐘 然後要取決於如果我今天打王的時候 我們的空虛圖有沒有在場上 如果沒有的話會非常尷尬 那我們現在空虛圖沒有在場上 中間斷了2秒鐘 但是我們的獅子還可以稍微的給他處理掉 還算可以 王的血量呢是給他來到了100T 那我們現在的聖劍是14等 那如果有空虛圖的傷害上去的話呢 這聖劍傷害應該是來到2倍以上 應該是20幾等的聖劍 不管反正就是很扯淡的一個聖劍 好啦到這邊還可以處理掉 那我們是什麼時候爆掉的呢 來我們直接調到爆掉的地方來看一下吧 嘿對我們到了一個地方是1705回合 惡王是我們的屍王 101T就爆掉 那剛剛100T沒事 那這邊101T就有事 那原因是為什麼 那就是我們的空虛的狀況不佳而已 那而且他這次吼的方式呢 其實還算不錯 如果他今天吼掉的是我們的狙擊 然後吼掉的是我們的血球 其實這整體也是沒事 只不過他吼掉了兩顆月亮啦 所以有點尷尬 可是你說兩顆月亮有危險嗎 我現在13月6星的話也還沒有滿輸 如果今天14月的話呢 其實等於是免費被上了一層泡泡啊 因為我們的聖劍主要是打趴傷的 啊我們的充電雖然說有差 但是我們有一顆在 所以其實整體而言 還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你說現在沒有任何問題嗎 你只要被搞到一次之後呢 之後的惡王都會被搞 所以等於是每一顆都有機會有問題 但是你說他真的被搞吧 你看像這一顆又完全沒被搞 原因什麼呢都是因為空虛的關係 所以只要空虛的運氣夠好的話 或許這個隊伍是可以直接無限的給他走下去的 因為畢竟聖劍等級給他往上疊加到一倍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啊 好了 1708回合我們就直接跳到死掉的地方去唄 好了那我們這邊從1725回合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隊是怎麼慢慢慢慢的瓦解的 那這邊呢我們的惡王獅王又再被猴了一次 我們的白面呢剩下五星了 如果是五星月的話真的要滿數的話 應該就是要15月才可以吧 1727回合惡王是我們的七王 七王也直接召喚出了一隻王出來了 現在的每一個地方就是崩潰的邊緣了 除非我現在再給他補殺回去 其實這個時候要補殺回去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依舊啦因為我已經到了被王搞的地方 等於是要不斷的去補殺 其實這個時候補殺就有點等於砲殺 可是因為我們不只有獅子啊 還有那個轉王的地方要處理 所以說也不能做光靠補殺 一定要靠砲砲才可以 因為暗殺是克制不了轉王的高是你的 但是泡泡的話可以 那我們剛剛又被重力王給合成一下 我們的狙擊少了一顆 那這個狀況惡王就打得更慘了 應該是超級超級嚴重的 而且我們這邊惡王還是轉王 被轉了一個很嚴重的地方 雖然說我們有月亮有聖劍 有月亮有充電有聖劍 但是還是不行啊 1731回合6816張卡片 很剛好的都停在這個回合數 是不是想要看一個更噁心的隊伍 就是我們的雷車 其實我之前在玩這隊之前我先拍了雷車 結果我們的雷車我排了一個小時還是排不好 所以說我們就先來用這個隊伍來看一下 這個隊伍到底有多麼多麼的噁心 1731回合我覺得賽能夠更高啦 不過再更高下去的話就是運氣而已 目標的話以這個遊戲而言 我覺得能夠2000-2200回合的話 應該就可以掛過夜了 只要在500回合不是我們的 要講的話就是聖劍15等是最後的機會 如果聖劍15等還沒有掛到2200的話 應該很難去給它掛過夜了 其他骰子就算升級的話 我覺得影響幅度也沒有到很大 不管怎麼樣我們的RD也走到了這一天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3 2 1 拜拜 1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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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5